大家好,我是麒麟鳳老師 最近因為疫情蔓延 所以很多產業都受到影響 尤其之前寒假通常就是國際書展 那現在也延後到裏運 所以其實就是我看 同文城網路上很多朋友也都在推 就是說那防疫時期推薦他有什麼書 那我今天也就是推薦大家四本書 第一本跟我們古文比較相關 叫做汴京之尾 他講北宋末年的外交戰爭的問題 他這個書邀其實蠻受動 他說從盛世到亡國只要三年半 他當然是在講宋徽宗最後的幾年 而且他把原因歸咎到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很流行的亡國桿或芒果桿 他說因為宋徽宗想要收復 不屬於宋朝的燕雲十六週 當然這個對後來的金康之難 清徽惡宗被北魯這也是一個解釋 不過我們知道其實北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決策 就是連經滅了 你說我們現在有沒有類似這種 像是什麼 清美有日 對不對 抗中 好像也有點像 對不對 若和伏擊 所以我覺得這個讀歷史啊讀古文 它真的有一個很關鍵意義 就是幫助我們理解現在想像現在 然後去預測未來 當然我覺得不太可能預測啦 因為未來是不斷的在發生 一些國際局勢 比傳統複雜很多 但是我相信人類有一些共感的心理是貼合的 這個書我也還在讀 不過 以像我們中文系對這個北宋的了解 大概就只知道說靖康之難 然後清徽惡宗 清宗跟惠宗就被抓了 那宋高中就在這個 靈安即位 靈安就在現在杭州 那當時就主戰派跟組合派 就說 那要不要打回去 要不要收復神州大陸 所以有了像岳飛啊 這樣的人物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補充這個史料 讓我們更了解這個 所謂芒果桿 芒果桿它的一個紫色到底是什麼 這是我推薦的第一本 今天推薦的第一本 變驚之尾 另外這個食人碗歌 這也是現在 我看蠻多 就是同文成上的臉書的公知啊 作家朋友在推薦的這個書 它是一個阿根廷作家寫的 那推薦它其實也跟這個 我們這個防疫疫情很有關係啊 因為它就在寫一個病毒爆發 然後大文以末世的一個反烏托邦的設定啊 那它設定是所有動物都感染這個病毒 所以人都不能吃 那人唯一能食用的肉就只加人肉 所以它叫食人嘛 當然各位講到食人就會想到說 中國文學如果要追溯的話 可能就會想到魯迅 那個狂人日記最後那個禮教食人 那是一個隱喻的食人 那這個食人呢 就是有一種真的食人 因為動物都不能吃 所以屠宰場就變成 豢養這種食用人 那有些它裡面設定是說 我們現在一般人當然也可能會被黑市交易 但是它後來政府等於說 以政府國家機器動能厲害 以國家機器的力量去培養那個食用人 然後可能出生就把身帶割掉 然後就不給你教育這樣 然後讓這些人專門就是設定 被拿來當成食用 我覺得也是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設定蠻有趣的 那當然我覺得內容還好啦 就是我自己看完覺得故事性沒有太強 所以當然見仁見智啦 我是覺得你如果要以那種獵奇小說 那種驚悚小說 B級片那種德州店去殺人狂 那種心情看這個 我覺得可能不能滿足你的想像啦 當你把食人本身當成一個mentafer 當成一個隱喻 然後去探討說 他的男子啊 他裡面的實際的情節發展啊 然後他的要寄託現在現世社會的一個紫色 我倒覺得還可以一睹 這樣這個是食人晚歌 阿根廷作家 那另外這個我想推薦兩本 這個也是最近應該說最近出的這個小說啦 這本不是啊 因為江峰南他的這個科幻小說 我們最近出的是他的第二集叫《呼吸》 那這是他的前一集 就是倪森的預言 那各位可能沒聽過江峰南這個作家 他是台灣應該說是在美的台灣 台灣一的美國人這樣 就是台灣之光啊 就跟李安 或者跟這個有點類似這樣子 林書豪有點類似 那他這個倪森的預言呢 他這個是八篇短篇小說 然後呢 這個江峰南也是很狂等 因為他的幾個短篇小說 他書上都有講 就是說他二十幾年的作家生涯 只寫了十五篇短篇 中短篇小說 那但是得過四座漁果獎 四座星雲獎 而且這個這裡面還有一篇叫做看不見的美 他是好像用星雲獎 漁果獎要頒給他 但是他就是要列為好選 但是他被他婉拒 因為他覺得寫得不夠完整這樣子 那各位如果看過這個電影 異星入侵的話 就是改編自這個倪森的預言 但我覺得 你實際看小說 我覺得跟電影差別蠻大的 電影加了很多那種外星人 然後政府地球 然後提供武器 這個我們就不要爆雷 但是小說其實都沒有 小說是很心上學士的 很哲學士的在講這個故事 而且很有趣 因為他想像一種就是八隻腳 有點章魚怪那種外星人 那如果是這樣的外星狀況 他們的文字就會跟我們很不一樣 他既不是表意文字 也不是表音文字 各位知道像英文這種英傑的 他就是表音的嘛 那像中文字就是表意象形字這樣 但他都不是 他是一個就是 趙江南的原文的描寫 他有點像招財進寶 那個大家要合在一起寫那個字 而且當你寫一個字 因為他整個主詞啊 副詞啊 動詞啊 兵語啊 全部是結合在一起 所有時態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簡單的字 你可能只要畫一個小圈 然後當你這個句子越寫越長 字世界觀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那個字 整個字就會這樣 變成一個很大的圖形 變成一個圓形 這跟我們想像很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科幻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就是說你要想像跟我們完全不同的環境 然後空氣組成不同 然後大氣的那個內容物不同 這樣的物種 他怎麼生存 他生存之後 他建立的文明會是什麼樣 我覺得這就是科幻的概念 各位如果看過劉慈欣的三體 他想像三體人是說 三個三個恆星嘛 所以當這個恆星來的時候 可能氣溫會太高了 然後他們可以把自己身體捲起來 然後再去烤肝 然後再復甦回來這樣子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科幻對人的 對人性的 還有對生命意義的辯證的關鍵 這個女醫生預言裡面還有一篇 叫看不見的眉我覺得很有趣 那我們就不爆雷 他主要在講說 就未來人類發明一個美感干擾器 然後有一個大選就在投票 就說我們要不要強制說學生帶 因為帶美感干擾器 你就看不出來其他同學的美醜 那這在一些進步青年的想像來說 欸 這個是很好啊 就我們不會因為外貌去歧視別人 那但是真的好嗎 那當然裡面有各種辯證 有學者 有專家 有那種協會 有那種被財團控制的協會 都對這件事提出他們的立場 你如果分不出人臉美醜 你其實會產生一些狀況 比如說你看蒙娜麗莎微笑 你可能看他這個臉 跟其他所有人臉是一樣 你還是看得到這樣圖案 但是你看不出沒有辨別力 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剛剛講到江東南最近的這個新書 這一兩個月才出的呼吸 這就是他的新作 那這一本說真的 我覺得比起你醫生預言 我覺得故事性沒有那麼強 他有一些甚至比較像散文 像水筆 他最著名的一個故事 也是德鬼姬講的 就是那個 這應該叫做煉金 煉金術師 商人與煉金術師之門 他是在寫一個 其實他跟中東 跟美國跟中東的關係 是有一點隱喻的 他是寫在巴格達有個拱門 叫做年拱門 他有一個秒拱門 還有一個年拱門 秒就是說你從這邊穿過去 可以回到一秒之前 從那邊穿過來 可以回到一秒之後 那年拱門就是說 你從這個從左邊穿到右邊 你可以回到二十年前 那你從右邊穿到左邊 可以到二十年以後 這樣是一個這樣科幻的設定 那他有一個核心 就是說你想回去改變過去 或是改變未來 但其實這個人生一切都不會被你改變到 我覺得這個設定還算有趣啦 但是比較沒有心意 那裡面我最喜歡的一篇是那個 就是他在講那個 這個這個 我看一下那一篇叫什麼 叫書名叫什麼 好像叫做 好像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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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慮是因為自由令人眼花撩亂 這個篇名也很長啦 我相信以後如果影像畫可能會改一個比較簡單的 比較比較妙 比較那個自製足跡一點的題目 他在講說未來發明這種東西叫頻語訊 這是簡稱啦 平行宇宙訊號機 就是說每人都有一台 有點像筆電的東西 然後呢你 連上線以後你就可以找到 他自動搜尋一個平行時空的你 通常是你做決定之後 然後出現 假設說我現在有一個機會 我要換工作去美國去大陸 那六個月前啦 就是說中國大陸有教職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我就現在問他說 欸怎麼樣那你是不是被疫情影響 是不是被封城什麼 然後他就說 對啊我真的是不該來 我如果知道六個月以後會這樣封城 那我就還是留在現在工作就好 他是一個這樣的機器 所以你變成說你可以跟 等於說另外平行宇宙的你可以跟他通訊 那但是各位知道這個人就是比較心嘛 尤其是你碰到你自己 他那個競爭的對手就是你自己的時候 所以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過得比較差怎麼辦 所以大家就會就是要努力 就是說其實我過得很好啊 你現在你那個選擇也不錯啊這樣 他在探討這個 那我覺得他還是有核心的那個命題的架構 就是說其實你做什麼選擇 最後結果是一樣的 其實未來是很難被你改變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可能是江貓南這個新的這個 呼吸這個短片小說集他的一個核心的一個命題 OK 那我們就是今天推薦這四本書給大家 也希望說大家利用防疫的時期 可以補充一些就是這個精神食量這樣子 那有機會我們再推薦其他的新書 謝謝大家 ahr7